录制好聚集之后的话 再来就做一个跑一个回圈 基本上我们刚刚 其实只要修改几个地方就可以 第一个就是它那个名档名 总有25个档 那我变成跑个回圈 我一次抓一个档过来让它读取 那这个地方有个destination 然后放在A1 可是问题呢 我三重是放A1开始 可是我下一个假设中立的话 那就应该不是中立 不是应该A1 而是应该是向下追踪 到现在的最下面一列加1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 我可以把程式做一个简单的改写 我名称的话 我把它改成叫P次汇入文字档 这个是用VBA写的 其实可以用两种方法 一个叫Four回圈 一个叫Four回圈 不过我叫Four回圈也可以 叫Four回圈也可以 那其实呢 一样的 第一个我们建一个R 这个R指的就是说 当 有没有 其实因为两个东西要变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这个东西要变 A1 有没有 OK 所以我的预设值 就是以意识 如果读第一个档的时候 是R是放在第一列上面 OK 那以后的话呢 就是R 当我读了第一个档之后 我就再去追踪什么 追踪哦 如果你以前有学过我的之前的VBA课程 应该对这个不陌生 自动追踪最下面一列 然后呢 把它加1 意思就是说三重已经读进来了 那再来我怎么样 把中立放在三重的最下面一列 这下一列 有没有 OK 那这样的话中立就放在下面 再下一个 再一直往下放的意思 所以第一个R指的是什么 R指的是 那个destination在哪一列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去读取什么 读取这个档 这个名称 那这个名称 因为我是放在哪一个呢 因为它是跨工作表 所以呢 它是放在 我们的那个 第一个工作表 所以呢 这个第一个工作表的话呢 那我就是什么样 去读瓜乎1 OK 那这个1指的是第一个工作 index是1的1 第一个啦 或者你也可以给名称 给名称的话就双引号 里面加去的1也OK 它也可以找得到 反正两种方法 那从这个范围里面的第一个三重 到这个第一个里面的最下面一个 指的一直往下啦 反正我也不管 坎错向下 它就自动追踪 凤3 一个一个帮我做什么呢 一个一个帮我读取进来 其实逻辑跟那个 跟python其实是一模一样啦 那差别只是这边是for i 那边是for h 然后呢 我就怎么样呢 在这边把路径上 路径这边也加上去 其实只有改一个地方 改哪个地方呢 把三重这边有没有 改成去抓取那个位置 OK 那个位置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去着1就第一个工作表里面的有没有A栏里面的第几列的资料 OK 所以基本上他会先到这边先找到第一个工作表的第一个 他就会把三重点tst抓到这边来 OK 然后把他串在一起 他就会去抓到第一个 再来就第二个中立 第三个的南投 OK 最后的话呢 就帮我把他串完 所以我们来执行 每个位看一下 基本上呢 我先把这边先把他clear掉 这边把他清掉 OK 他里面先清空 然后呢 一样从A1开始 接下来的话 我按F8 如果你会看到VBA 有个优点 就是如果你不确定 你可以慢慢的执行F8 我觉得这功能在 如果跟Ecalypse比起来的话 这功能实在太棒了 而且还可以设一个中断点 当然Ecalypse也可以设中断点 只是说 没有这边这么方便 OK 那F8的好处就组航去跑了 组航 所以有时候写Ecalypse 在Ecalypse写Python 有时候蛮怀念VBA里面 可以按F8的那种日子 实在太方便了 为什么你都弄一个 F8可以让我慢慢跑 没办法 因为自由软体跟付费软体 还是有差 你去吃自助餐 跟吃高级西餐厅 那是不一样 有的服务就是不一样 不过你可能要多付一成的服务费 那没办法 使用者付费概念 OK 好 那再来的话就是R等于E 意思就是说从第一列开始放 然后呢 他就是去抓那个 这个从第一列 就前面这一个 里面到最下面一列 然后做什么呢 先开启什么 先开启那个 第一个这个档案 不过他这边会出现什么 看一下是不是 download 依然 确定一下 第一个 有时候如果说不确定的话 你可以把它问号一下 cntl 区加一个问号 please 3重.tst Destination 那还有呢 Destination里面的R是不是 后面串位置 A1 R应该也是E 25 还没错啊 开的位置 download 三重.tst 三重.tst OK 诶 诶 诶 又可以 很奇怪 好 刚刚可能一 刚卡住吧 可能是开档的吧 没办 好那目前的话 已经全部跑完了 里面怎么没东西 难道他不能跑太慢 跑太慢他不支持 没办 所以你会发现 现在已经全部跑完了 坎错向下 1315列 应该是没错的 也是在瞬间完成 ok 那最后当然你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再另存新档 可以把这个档怎么样 存成其他格式 存成什么格式呢 存成那个tst 有没有 这边有个tst 有没有 然后中间加table的格式 那你再把它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目录里面的o 好了 假设你要把它放这边的话 那其实你只要多写一行就好了 当然最后一行可以用录制聚集 或者你不想录制聚集 你也可以多写个另存新档 那另存新档在VBA里面呢 它叫Active 就是目前活动的那个工作簿 叫workbook 里面有个方法 Active就是目前活动的工作 就是指的是这个档案 这个也是有档案 workbook工作簿 点里面有个叫save as 如果说save as就立存新档 就刚刚我做的动作 如果说你要立存新档 然后他会问你说你要放哪里 那当然你就给他一个路径 那我们就放哪里呢 放这个路径 C点底下的这个目录有没有 这个目录里面 那如果说你要在一个名称的话 就是o.tst ok 那逗点之后的话 他会问你说 那请问一下你的formate 就是你的档案格是什么 预设当然是Excel 可是如果你要存成TST的话 ActiveExcel 你要加一个XL test 这样就是存文字 不过你会想说 老师那你怎么知道formate是什么 其实教过一个方法很简单 请你在save as上面按F1 F1就有官方的字典 就是说明书 他会给你需要的参数里面 要放什么东西的相关讯息 ok 你只要记得 Active目前的那个workbook 那里面的话就跟你讲 我们是这一个 就是workbook 工作部的save as方法 那里面的话 他有提供这些 其中的话 有这些方法 其实都不是必要的 选用选用 所以说他可以没有没关系 不过file name一定要有 如果没有的话 可能没办法存档 那file name file format 如果你不知道 存哪一种格式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 旁边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连结的 点进去之后 他就会跟你讲说 哪一些连结 他的那个 点进去之后 他这边会给你一个 另外有一个机关 这边有一个叫什么 xl file format 这边的话呢 就会有很多 如果你要存成csv的话 你就加xl 其实蛮好记得 只是说前面加xl 那如果说你要存文字档的话 这边就有什么 xl的test file test 这边有个mac的 ok dose的 ok 有window 不过我记得好像直接打 这样子其实就ok了 你不要加window 因为他很多种格式 你用预设的 或者是你用什么window也可以 xl window 如果你就把它复制之后 再把它贴到 这个format的参数里面 就ok了 基本上这样我们就存档 如果特别注意 这个save as就存出去 如果你原来没存档的话 那可能这个档就不见了 所以我把这个先存档一下 先把它存档 ok 那档案名称的话 先把它存在这边 当然因为里面有VBA 所以你要启用聚集 我也不 把它存档 好 那我们再跑一次 假设再开一个 那我再重新 让它跑 这边设一个中断点 全部跑完 对 这还蛮顺的 一下就跑完 那这一行的话 就是把它存到我们根目录 所以我们check一下 里面呢 如果有DIR 我先把它砍掉 ok 表示说这里面没有DIR 没有那个 那我要怎么样呢 把它存出去 save as 存成存文字档 失败 奇怪是跑太慢都会失败 还是说这个 test 我记得好像是以前都写成这样 试一下 试一下 诶 反而这样window 没ok 诶 所以excel test 就直接存出去 然后资新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呢 这边呢 就会有个o 打开来 也一样可以把它全部合并过来 所以其实 利用VBA 也ok 那它的好处就是说 跟python比较之下 第一个 我们可以把 资料呢 直接就放在A栏里面 有没有 有点像 我前面讲过了 其实excel的好处就是 你要放资料都看得到 但是你放在list都看不到 有没有 因为它在记忆体面 那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呢 你如果说要 有些程式不会写 好 那你怎么办呢 在python就没办法 你可能只能google 如果google知道 程式也不见得可以用 但是 VBA的好处就是 可以录制聚集 有没有 录制聚集 的缺点是我刚刚讲的 这边本来有很多程式 但我看了就觉得太心烦 太多了 像我的习惯就是 把不需要的全部砍掉 那我怎么知道哪些 哪些不需要 就是一样F1 比如creditable f1 每一个每一个属性看一下 有些属性可能不需要 我就把它全部弄掉 另外的话呢 也可以测试一下 试一下删掉之后 ok 发现好像ok 因为我们只需要 按照空白去做分割 这边是true 然后这边array指的 就是说哪一些 哪一些蓝 需要 其实这个档案里面 其实只有四蓝 刚好这个array里面的 1表示要 好 我记得好像9表示不要 ok 这个有时候你可以自己 录制聚集里面去try一下 然后最后refresh才是自己 把那个档案抓过来 就是帮你把它放进来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这部分 两者之间比较一下 其实VBA好处是 第一个看得到 第二个可以用录制聚集 再来就是用一个for圆圈 加一个r 其实就可以办到我们要的结果 最后如果你要存档出去的话 就save as 逻辑上跟刚刚python 几乎是一模一样 这个部分的话 我已经把这一段程式 如果 因为同学对这个熟不熟 如果你不熟的话 你可以到我们云端上面 我有把刚刚那一段 你就找一下 刚好在这个的下面 只是说我没有把那个save as 加进去 我干脆把save as 加进去 所以什么active workbook save as 就可以了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切换给各位 所以透过这个范例 反正就比较一下 你说哪一个 哪一个方法好呢 其实我觉得是见年见之吧 反正能够达到 这个你要的结果都是好方法 你管它 我是觉得当然相对之下 eSale VBA它的好处 当然就是你的取得性比较高 因为好像蛮多公司的电脑 可能要安装这样python 这种环境就有点问题的话 那当然你第一个选项 当然就只能用VBA了 不过我是感觉 两个之间 并没有隔阂 那我的习惯是哪一个工具好用 最后哪一个工具 ok 所以 尽量两个你都要用的手 那如果当然 你要节长补短 目前看起来 一般办公室的应用需求 好像VBA是比较简单 取得也容易 环境也很快就可以run 另外它又可以及时看到 你要的资料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可以录制聚集 那缺点就是说它不像python 它有这么多的自由 它因为自由软体 所以网路上很多 已经有人写好的一些相关的外贯 国外有非常非常多 不过前提也是你要懂 因为那东西都在国外 所以意思就是 所有东西都原文的 也就是如果你要取得最新的东西 还要看懂一些英文的文件 然后呢 因为是自由软体 所以它不保证一定可以run 不能run的话 你也不能说 你也不能给它付贫 也没办法 因为你没有付钱 所以有些东西可能要自己想办法 那VBA至少就是说 你还可以录制聚集 可以产生一些你要的程式 大概两指时间可能差异在这里 请各位试一下